前核心副产科医师医疗纠纷引起风波 让外界对波波医师再度打上问号 你看书然后就可以进开刀房吗 简单的手术 这不是操作的问题 这是你能力不足 才会造成今天人躺在手术台 让你医死 愤怒质疑国外留学医师职业能力 波波医师指的是民国106年后 出国到波兰 捷克秀昂丽等国取得学位 未实习也未取得医师执咒 凡台报考国考即可担任医师 为了补足实习经历 本土牙医认为 卫福部替波波牙医量身打造 强推24亿偏向计划 政府还不惜花24亿人民的纳税金 要花钱把波波送到医学中心里面去实习 难道都不考虑我们本土正规学生 在医学里面秀教权益吗 通平过去的106年 给外国学历医师开后门 提案秀医师法家的七条附带决议 就是现任卫福部长邱泰源 跟有波波儿女的立委赖会员 政府真的是完全执政完全放水 还完全在唬烂 真的是把医界大家当白 也把民众安全当热 在地上踩 无心带医师更痛批 这些人想要达到当医师的目的 花了钱与时间 却得到一个连波兰本地都不认可的学历 要求台湾接受 以牙医系为例 美国采取大学四年后 还实习再读四年的医学院制度 而在台湾想念牙医先抢到那不到2%的门槛 入学后修业也必须达到六年 包含一年的实习 波波牙医修业虽然也有五年 但是修业期间看不出有没有实习经验 因为了波波医师利益团体修了医师法 又花24亿搞了个偏向实习计划 对于苦毒挤入医学系窄门 又拼命取得医师执照的国产 医师们的确太不公平了 记得陈欢阳杰过于新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